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长梯 这是一个商人来说 而是随少这位商家来说 最近政府实施了交代征费 后来我们看看年日的报道 虽然实施了这件事 但作为消费者有很多计划 既是不用付5毛钱 但又能够交代征费用 这么厉害 最初的时候又说 在超级市场上 有一些包生果交代 一些人猛 另外最近又说 超级市场直接名正言讯 派这些所谓没有手抽式的交代 又不用付5毛钱 那真是方便了很多广大的市民 所以去买东西又没有带交代 另外有些人说 有些报道说 为了不付5毛钱交代 他就买少了些东西 本来我可能不会买几个东西 但我发觉只有两只手 于是可以放下其他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 今次的征费代币 一些声音就说 政府所做的东西未必有效 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所说之外 亦都有一些评论员说 他说我平时 一直用一些超级市场的交代 要来做垃圾袋 但是自从 因为手腕有得绑 自从蒸交代币 我拿少了交代币 没有手腕 我就被迫用垃圾袋 那有什么问题呢 垃圾袋 垃圾袋比较大 就只是统计了那些手腕交代 似乎真的用少了很多 不过也有些人说 虽然这些手腕交代用少了 但其他交代可能更多了 现在看上来 又有些声音就说 经济理论所说的经济理论 就是你一个政策 其实都会衍生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消费者行为方式 现在这个交代币 就带引了消费者 其实是拿了另外的交代币 所以交代币 就未必能够真正正 令到那些人用少了交代币 但是呢 这个讨论都未完 就已经又有新的说法 就说政府又想征收一些 叫做什么 餐具 餐具 餐具税 比如我们买那些 就常常都 有些交叉 交刀 交筋 总之你用不用都好 都已经给了你了 有些华武团体 就专门做一个实验 就说呢 他们专门做个 生日节派对 在那个快餐店那里 这个生日节派对 就十个人左右 谁知道 用了一百套 就是那些 类近的餐具 所以显示出 就是说其实 那个餐具的浪费很厉害 也都很不环保 那这些所有东西 于是就衍生 政府现在又说 要不需要做一个 所谓的餐具税呢 如果你经过这个 所谓的交袋税 这一页之后 你就看到 我们都可以估计 如果你真的收这个税 那些商家 都会有它的 另外变种 变种 对 有些什么呢 曾经有些人说过 他可以在快餐店 就是送一些的玄笔 但是那些玄笔 其实也是餐具 你倒转了 你当是餐具 真的 曾经有什么穷案 我送优惠给你 那一样 你看到现在超级市场 有很多那些 所谓商人 已经将它那些 的产品 其实已经封胶 令你容易 就是携带 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是商家会用的 去处理这个交改税问题 但是用家呢 用家方面怎么算好呢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政府要立一个法例 其实真的要三思 就是不可以很轻易 就用立法来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 法例这件事情 不是最有效的 如果是一个 我们叫做 现在的资本市场里面 最有权力的那些人 就叫做消费者 是消费者 就是谁给钱的 是谁给钱 所以其实你看到 加拿大 或者在很多外国的国家里面 其实 那个企业 越来越注重 所谓的企业道德 最主要 为什么他要注重企业道德 就不是因为 他们真的有道德 而是因为消费者要求 他有道德 因为越来越多消费者 就是说 如果你让我觉得 你的产品是不环保的话 我就不买你了 我就买另外一家了 这个似乎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真是很大势力 在外国那里 但是不知道香港 行不行得通 或者我们叫做 中国人的社会里面 行不行得通 看来就 因为呢 中国人似乎都很欠缺功德心 而且最重要是方便 哈哈 你试试看下 今时今日我们看到交代税 那个消费者的 那个行为方式 表达方式 似乎都不是那么将功德 就是摆在第一位 他仍然用一些转弯活角的方式 他只是希望省回五号子 所以呢 其实这一点都是呼吁一下 就是说 其实香港人好 或者中国人好 是不是应该要培养多些功德意识呢 是的 譬如举例 除了你交代少用之外 其实那些餐具 诸如此类 我们都鼓励你 会不会可以自攜餐具呢 是的 特别是在办公室上班那些带贩 或者是买外卖去办公室吃的那些 那你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在办公室上 放定一套也好 又卫生 因为自己携带的 又卫生 又卫生 还可以是一个潮流